注意一下Poto上面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就是剛剛的那個部分做完之後有個數學函數 可是缺點是什麼 他必須要選三次 那如果你希望一次就把它刷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刷一下 可是刷一下的話呢 你必須 變成說你 刷了三個東西給他 那你必須怎麼樣 可是他接的時候是接一個 你給他三個 他接的時候是一個 那怎麼辦你要做切割 你要把它切割開來 他就才會變三個 可是要怎麼把它變三個 這邊注意這個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做完之後結果一樣 那其實裡面哪邊地方是不一樣的呢 OK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 這個 做三個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拿什麼 那剛剛的 這個來改好了比如說你剛剛做完了 不過剛剛有同學會問一個問題說那個 我在雲端上面有多個底線 所以同學就完全照著打 其實你先照我這個 為什麼會加個底線 因為呢 將來 我們現在螢幕解析度還算蠻大的 所以 比較不會有那個後面城市被遮住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將來 如果遇到像城市遮住的話你必須要捲動過來 捲動過去 可是你想說把這一行 變兩行的話你如果隨便換 Enter換行的話 他會出現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不希望他出現錯誤 請你記得 在 運算的符號的後面 加減乘除都可以 的後面的空白 再加一個underline Shift的加上那個 那個 就底線 加個底線 Enter 他就 會把 上面這一行 跟下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不過前提可能就是說 你是 城市比較冗長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如果你城市不是很冗長 你就不需要了 不過目前因為我們城市還算短 所以不需要做這些事 但是如果你需要 假設將來城市比較長的話 那記得在 運算符號後面這個空白 再加一個底線就可以了 那我的習慣是在下一行 你把他按tape 這樣子看起來還蠻清爽的 這一行跟這一行 他就會在同一行 但是如果你沒有加這個underline的話 這底線的話 他就會直接 出現錯誤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剛剛同學問到 那表示同學 也很認真在看那個城市 其實至少 第一階段呢 反正你就照著打 那再來我們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如果我剛剛改完 做完了那一個 那第一個呢 我後面名稱改一下 也許名稱叫什麼 月考函數加一個範圍好了 那 記得呢 這個地方加一個範圍 兩個字 下面的部分 也一定要加 這個加 上面改了喔 那所以你要返還給他的 一定是不一樣 剛剛我們複製 所以名稱也要修改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一樣把月考 123 改成月考範圍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月考範圍 那到時候呢 使用者就會 拉一個 三個給你 那三個給你的話呢 接下來 你就用什麼呢 用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 我自己取的 因為變數 array 正列 我用a來代替 因為縮寫 最簡單 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是 把那個月考範圍部分 先 丟給這個a 月考範圍丟給a 就是把東西 三個東西 也就是使用者會怎麼樣 會選了三個層級 放在哪裡呢 放在三個層級呢 三個層級 三個層級 這三個層級 他會先選起來 放在月考範圍 那月考範圍呢 又會丟給誰呢 丟給a 他就丟過來 他就 裡面呢 就會有 123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有 123 可是他有一個 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它切開來 切 切 那切開來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給他一個範圍 他一樣有列 一樣有欄 所以呢 你 敘述的方式的話 一定是什麼 先列 再欄 所以你要抓月考一的話 他叫做 A 什麼 刮虎 一列 一欄 所以意思就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第一列第一欄就是他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A刮虎第一列的第二欄 這個的話就 A刮虎 一之三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把這做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月考一怎麼樣 用 A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一列的第一欄的資料 請你給我這個資料 那月考二的話呢 那一樣喔 偷欄一下 拿這個來 複製好了 Ctrl C 這邊Ctrl V貼上 那這邊改成2就可以了 這邊呢 把它改成 月考3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三個 第一列的第三欄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把這個範圍丟給他 所以 他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個範圍 那裡面有三個層級 所以切開來 怎麼敘述呢 就是 一列 一欄 這個我想 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 做完之後啦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設個中斷點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設了中斷點之後 再回到我們VBA裡面 記得喔 不是用上面執行 方學的執行方法 記得一定是從 這個地方插入函數 找到月考函數範圍 給他一個範圍 他會返還結果 放在哪裡呢 放在 確定一下 那因為我設的中斷點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都會有 我們需要的東西 月考函數範圍 然後這裡面68有沒有 他會幫我切割開來 這邊都切割 你可以油表放上去 也可以他會告訴你裡面 現在放什麼東西 然後F8 他就輸出了 這邊把中斷點 可以加可以拿掉 然後輸出 OK 那這樣的話 其他也是一樣 向下填滿 我們就大功告成 所以 這個數學函數 加上如果考試的話 考到這一題 可能你自己要加 比重 然後呢 再 把 這個公式 這兩個30分 這個40分 那剛剛兩個方選 可能 一個也是15分 所以總 Total的話 就100分 如果期末考試 考到這一題的話 大概先跟我說明一下 大概成績 如果你期中考試 假如你期中考考不好的同學 反正你期末考就把握一下 那當然我也不會為難你 反正 既然你們 有來的同學 我想應該都是有 至少想要過啦 反正你就把 該掌握的成績掌握好 期末考 反正你至少 不要說拿個100分 至少你拿 你不要做得太離譜 分數應該都會拿的 比較多 可以補一下那個期中考 或者是說你其他的成績 那再來如果你平常出缺情 只要不要太差 我會就是平常表現 大概就20% 我大概會給個比較 比較 寬一點點 我不會為難 如果你平常不要缺客太離譜的話 如果你有事的話你也事先請個假就好了 反正請假應該不難 你不要臨時跑來跟我講說老師 某某同學 他今天請假 你至少要給我個憑據吧 對不對 你無憑無據說他要請假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有什麼事情 至少讓我知道一下 這個是一種基本 基本的那種 一個基本的一個流程你可能要 Poto上面請個假 OK 這另外再來作業你不要缺交了 不要說 至少上課做完了 反正你上課呢 至少有練習做完存檔丟上去 應該也不會太難 如果這些至少你都有注意到的話 要要拿到這兩學分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OK 請各位至少把這些 基本的東西基本分數拿到了 試試看把那個剛剛的智力函數部分呢 先試著做出來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 會再來繼續看那個 其他的題目 後面還有一個三米符 所以如果做完的話可以再切到三米符試試看 那麵符試看 然後跟隨身處理 然後再次看 我們看看